作词 李宗盛 听故事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一起听故事 好听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 这属于我们快乐时光 好听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 这属于我们快乐时光 OK 那今天要说的故事呢叫做 我也好想去远足 作者 岁高顺眼 译者 吴怡文 会者 长谷川一史 出版社 彩石文化 好 我们马上来听这个故事吧 故事开始 今天是开心的远足日 可是我感冒了 还发烧 我全身无力 身体发冷 又不停地发抖 这么糟糕的情况 真的没有办法去远足了吗 诶 可是 我那无论如何 一定要去远足的心情 突然从我的身体里溜走了 哇 哇 我的这个心情 我想要去远足的心情 怎么像是空气灵魂一样 飘出来了 哇 我的心情跑出来了耶 走 出发去远足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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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屋顶上有猫咪耶 喵 我以前总是听不懂猫在说什么 可是今天我好像听懂了耶 你也想要去远足吗 对吗 让我们一起去吧 猫的心情也跟着一起来了 走吧 喵 我也了解果汁的心情了耶 因为老师常说 水壶里只能装茶或是水 所以果汁也想要去远足哦 哇 果汁跟我一起来吧 走吧 走吧 草莓 葡萄 柳橙 香蕉 桃子 和哈密瓜 各种果汁的心情 也都流进了水壶里了 变成综合果汁了 走吧走吧 我们一起去旅行 耶耶耶 哇 飞在空中的感觉 好特别哦 原来我的心情 也可以这样子飞啊 哇好酷哦 天马行空 猫咪的心情 还有综合果汁 在我水壶里面 一起跟我 飞呀飞 下面的好多人 好多房子哦 飞飞飞 飞呀飞呀飞呀飞 飞呀飞呀飞 飞呀飞 飞呀飞 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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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乌云 乌云怎么在这边好大一个乌云哦 他不停的在哭耶 我现在也能够了解乌云的心情了 因为远逐那一天大家都很讨厌他 乌云你也想要去远逐对吗 让我们全部的心情都一起轻飘飘的坐上乌云 走吧 我们一起出发咯 耶 飞呀飞呀飞 飞呀飞 飞呀飞呀飞 飞呀飞 飞呀飞 飞呀飞呀飞 哇 坐着这个乌云 哇 好像飞机一样 飞在高空上面 看到下面的人好小 车子也好小 房子也好小哦 哇我好像好不容易终于追上了巴士了耶 那些都是我的同学在巴士里面耶 哦我在天空上面 等我一下哦 不要跑不要跑 我在这边 这个时候呢太阳公公出现了哦 喂 乌云你一出现 开心的云竹就要被大雨给搞砸了 所以你真的不能再往前走啦 哇 乌云加油发威 哇乌云你赶快变大 越变越大 哇 哎 把这个太阳给它盖住 哇 这个乌云呢 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整个快要把太阳给盖住了哦 你绝对不可以输给太阳公公哦 哇 乌云变大变大 乌云变大 越变越大 下面呢就下起大雨了 他的同学呢 在巴士里面呢 哇 是外面都下起大雨 雨越下越大 雨越下越大哦 当然啦 太阳公公也有不服输的精神哦 他很努力的照耀着大家 也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哦 他完全不想要输给这个乌云 哇 变大 哇 好大的太阳哦 这个时候天气呢 一下子又变得大太阳了 刚刚下大雨 现在又变大太阳了哦 因为太阳现在又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了 我不会输你的 我不会输你的 大乌云 大乌云加油 你绝对不可以输 我把这个水壶里的果汁 都倒给疲倦的乌云喝 来 喝吧 倒出来的 哇 你看 是好多颜色哦 结果呢 这果汁呢 就像下雨一样 从云朵中流了出来哦 有柳橙汁 哈密瓜汁 草莓汁 葡萄汁 香蕉汁哦 哇 这有很多颜色哦 整个绕这个乌云呢 好像下了很多彩虹雨一样 哒啦哗啦哗啦的 红色的 绿色的 紫色的 粉色的 黄色的 红色的 哇 真的是下了一个彩虹雨的感觉 这个天空呢 就这样下起了各种颜色的雨哦 好漂亮啊 坐在巴士里的人呢 看到这些七彩的雨了 也高兴的活蹦乱跳了 小朋友都很高兴哦 耶耶耶 彩虹雨 耶耶耶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乌云停止哭泣了 变成了一朵白色的云哦 天空还出现了果汁颜色的 彩虹桥耶 哇 这个彩虹桥呢 从这一个天边呢 跨过到另外一个天边 好大好漂亮哦 同学们呢 就在这个大大的彩虹下面 吃便当哦 哼 我也要开动了 嘿 看我的手 拉长拉长 伸到最长 嘿 偷拿一个便当上面的菜 这个肉好吃哦 呦 没有人发现我 好 哇 拿到了 我的手变长了 好像乳服一样 橡胶手 橡皮手一样 咻 拉得好长哦 哦 这个再偷一下 这个偷三明治吃 嗯 好吃 好吃 嗯 我再偷偷拿这个 嘿 这个水果也好吃 苹果 嗯 嗯 嘿嘿 嘿嘿 好好玩哦 都没有人发现我耶 咻 咻 哇 该回家了 哦 回到我的窗户 我的家了 哦 我看到我的身体 还在躺在那边发烧 还在被窝里面哦 没关系 我已经出去玩回来了 哼 真好玩耶 同学们 远逐回来之后呢 就拍了一张合照 这张合照呢 大家都说 好开心这次的远逐 可惜他没有办法来玩 哦 没关系 其实我也偷偷跑去玩了哦 你们看这个照片上面 有云朵里面 好大的云朵 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我啊 我们找找看 我在哪里 故事结束 嘿嘿 小朋友 他真的有去远逐吗 还是他是用他的想象力呢 虽然他的身体不舒服 在家里 但是呢 他用他的想象力 好像也假装有去远逐了哦 这个故事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 想做 却不能做 想玩 却不能玩 想吃 却不能吃的时候 这时候呢 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去化解 补足无法完成的失落感哦 不仅能够让心情由因转情 还可以增添生活中的趣味感哦 我们一起学习 而且上面呢 出现了连续两个很不好的留言哦 那上面这两个留言呢 感觉是同一个人 他是在同一天留言的哦 他留了一篇是写说 不好听 零颗星 后来就 很多不赞不赞 而且还有很多生气的图案 那另外一个留言呢 是 很多恶作剧的脸 还有吐舌头 还有很多生气 很生气的图案 上面还有骂脏话 想要骂脏话的图案 还写不好听 给一颗星 这两个留言呢 都是在8月29号留言的 所以呢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人呢 那怎么会重复出现这个两个留言呢 那QQ猪哦 他看到这个留言好难过哦 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们 他这样子的留言 我好难过哦 QQ猪不要难过了 不要难过 有可能他是恶作剧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恶作剧 欺负我们 不知道这一位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 QQ爸爸要在这边有一些话想要说 如果这一位是小朋友留言的话 QQ爸爸要跟你说 虽然在网路上啊 我们看不到彼此 但是你的每一个行为 都是需要为自己负责任的哦 因为很有可能 你的恶作剧 会造成别人的伤心 难过 你看就像QQ猪那么难过 那么难过的哭哭 这就像是你在路边乱丢垃圾 可能会害其他路人不小心就摔倒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会留言 恶作剧 如果是因为还没有跟你打到招呼 那请见谅 那请见谅 因为我现在主要 QQ爸爸会以填表单的人来打招呼哦 因为人数很多都会在排队 那QQ爸爸呢 大概一集会跟20组的小朋友打招呼 那在Apple Pocket上面呢 给我很多五颗星评价的留言 我都有看到哦 那也请再等等 我会慢慢录给大家的哦 或许其他的故事节目 不一定会像QQ爸爸这样 每一位都念到名字 还有留言 甚至互动 还有唱生日歌哦 通常都是直接念好几个 好几个名字过去 那我想小朋友也不希望 QQ爸爸以后取消跟大家打招呼吧 以后如果QQ爸爸不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也应该会很难过吧 所以请大家要好好耐心等待哦 也希望如果用Apple Pocket收听的话 请帮QQ爸爸在上面 多给我五颗星留言哦 多给我们打气加油好吗 对 需要大家的加油打气 啊QQ猪不要再哭了 乖乖乖 唉好啦 或许那位小朋友现在听到了 他就会把那些评价删掉了哦 那或许他就会改过了哦 希望大家小朋友 不要当一个恶作剧的小朋友 这样子很调皮哦 不太好哦 而且你看会害QQ猪好难过哦 他昨天已经哭完了 现在又哭了 他想到了又在哭 所以呢 大家请在Apple Pocket上面呢 多多给我们留言哦 多给我们支持打气哦 好 要整理一下心情了 我们要继续了哦 OK 又到了要跟大家打招呼的时间哦 首先呢 是来自台中五岁的绍恩 And Hello Hello 绍恩 GK爸爸你好 我有给你25颗星星哦 最喜欢猪豆子 希望它可以常常出场 哇 感谢你哦 猪豆子之后 看有没有机会呢 再请希卡姐姐帮我们配音吧 接下来是来自台中大理 7岁的刘新宇 Hello Hello 新宇 GK爸爸你好 每天晚上我都要听你的声音和你的故事 才睡得着哦 谢谢你讲故事给我们听 谢谢你哦 谢谢新宇 接下来是来自宜兰的林峰奎 Hello Hello 林峰奎 他说听到GK爸爸念过他的名字 他兴奋 想要再打招呼一次 孩子说要给你100颗星 每天都要听你的故事 但是当我到爸爸的台北家 就听不到你的故事了 哎 为什么 为什么去爸爸家就听不到我的故事呢 可以请爸爸也放给你听啊 希望2月13号 他的生日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哦 好 2月13号 祝你生日快乐哦 林峰奎 接下来是来自新竹5岁的妮妮 Hello Hello 妮妮 我觉得QQ猪很好笑 我希望每一集都可以听到猪豆子的声音 因为很好听又很可爱 希望GK爸爸可以写出更多故事给孩子听哦 好 感谢你哦 感谢妮妮 接下来是来自新北戏子6岁的郭佩熙 Hello Hello 郭佩熙 GK爸爸你好 我是小可乐 哦 你的绰号叫做小可乐吗 哦 GK爸爸很喜欢喝可乐哦 但是小朋友 现在应该还不能喝可乐哦 可乐太刺激了 长大一点再喝吧 他说希望QQ猪能够唱一闪一闪 QQ猪 好 稍等一下哦 我去找QQ猪哦 QQ猪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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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来了 我刚刚啊 去收玩具 因为我刚刚玩具玩得乱七八糟的 结果呢 GK爸爸就叫我要收干净耶 我就很听话很乖哦 都有把玩具收好哦 小朋友 你是不是也会乖乖收玩具啊 哦 刚刚 是谁要 我唱那个 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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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谢谢佩熙 好 谢谢佩熙哦 接下来是来自新庄九岁 叫做运琴 哈喽哈喽运琴 哈喽哈喽运琴 是运琴 运琴 GK爸爸讲的故事很有趣 又很好听哦 超级喜欢的 给你一颗星 哇 他给了好多颗星哦 你看 超多的 123456789 1011 121314 151617 189 21232226 72829 30 哇超多 3132 3334 3536 373839 40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3 55 55 好累哦 太多颗星了 对啊 哇 很感谢运琴哦 给这么多爱心 感谢你哦 哇 这次多道都念不完 太棒了 谢谢你哦 运琴 好 接下来呢 是竹北 6岁的 Teddy 哈喽哈喽 Teddy 哈喽哈喽 Teddy 他说 谢谢GK爸爸 每天陪我度过 吃饭的时间哦 很喜欢GK爸爸 和Casey的对话 哇 感谢你哦 Teddy 接下来是来自台中 五岁的柏蓉 哈喽哈喽 柏蓉 哈喽 每天睡觉之前啊 都要听我的 GK爸爸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 都很喜欢哦 第一个登陆月球的河马 是我最喜欢 最新喜欢的 GK爸爸加油 好 感谢你支持哦 柏蓉 接下来是来自 彰化八岁的Tracy 哈喽哈喽 Tracy GK爸爸 武汉马迷 第一次听你说故事 就很着迷了 哇 感谢哦 谢谢Tracy 接下来是来到了台中哦 台中四岁 九个月的 董花 木花 鸡鸡鸡鸡鸡鸡鸡 斑马 洛洛 斑马 这是绰号吗 怎么那么长 怎么那么长的 G I G I G I 骆驼 斑马 骆驼 斑马 他说 我是住在台中市的董恒姿 我的生日是10月28号 就要满五岁了 最爱听GK爸爸的故事了 喜欢101机器人 唐诗三百首 病毒来了 怎么办 睡觉精灵 屁股裁判 笑笑歌和塞车之歌 哇 喜欢很多 感谢你哦 感谢恒姿哦 谢谢你哦 谢谢支持 接下来来到了新北共聊的逸晨 哥哥叫做逸晨 妹妹叫做逸晴 哈喽哈喽逸晨 哈喽哈喽逸晴 哈喽哈喽逸晨逸晴 很喜欢GK爸爸讲故事 给你无限可爱心 QQ珠唱一闪一闪亮晶晶都要笑死我了 Q雷Q雷Q雷Q爹爹 谢谢你也这么好笑吗 接下来呢是来自元凌五岁的逸晴 哈喽哈喽逸晴 超级无敌喜欢听GK爸爸的故事 还有唱歌 要给你和QQ珠九兆颗心 哇九兆颗 无敌多的啦 数不清了呀 期待可以在节目中听到 你念到我的留言哦 爱你哦 耶谢谢逸晴 我也爱你哦 我也爱你哦 I love you 飞文 QQ珠有点夸张哦 好接下来是来自台南玉井 8月26号要满六岁的 9月生小一的 哦 他叫0826 诶 他是 他的名字叫0826吗 即将要满六岁 哦 哲哲啦 这样就叫做哲哲 他的名字好特别哦 规则的哲哦 他说自从认识了GK爸爸 哲哲每天时间允许都要一定要听好久的GK爸爸 每次听到帮唱生日快乐歌或是打招呼都好羡慕 希望妈妈帮他留言 他也想要听到GK爸爸跟他说话 OK有 现在跟你打招呼了 而且久等哦 哲哲 哲哲特别爱月亮掉下来那一集 还有QQ猪 主题曲都好爱唱哦 希望GK爸爸有机会能够帮哲哲圆这个梦 还知道你老家在云林 希望去云林找你 因为外婆家也在云林 哇 跟GK爸爸一样 GK爸爸的外婆家就在云林哦 骨坑华山哦 好 感谢哦 他说谢谢GK爸爸给孩子这么棒的节目 谢谢 谢谢台南狱警的哲哲 谢谢你 哲哲 I love you 接下来是来到了五谷 来自五谷的五岁的Alpha 哈喽哈喽 Alpha 他写说 哈喽哈喽 GK爸爸 哈喽哈喽 我在学你 哈喽哈喽 好 谢谢你哦 真的是我的口头禅 对不对 哈喽哈喽 我最喜欢听GK爸爸的病毒大作战了 尤其是QQ猪遇到没有戴口罩的阿伯和阿姨的时候最好笑了 阿姨阿姨 你怎么没有戴口罩 阿姨阿姨 你怎么没有戴口罩啦 我才不认识准备baby shot 我又不喜欢吃虾 这个是阿姨的台词耶 对啊对啊 他说还推荐给我的表哥听哦 哇太棒了吧 我要给GK爸爸比无限还要多颗的星星 哇这是无敌无敌无限嘛 无限多耶 哇 他说 呃 虽然很多人都点播过了 但我还是想要听QQ猪唱一闪一闪 QQ猪给我听 谢谢GK爸爸讲好听的故事给我听哦 啊 一闪一闪 我唱了超多次的呢 啊 那那你不唱了哦 我刚刚又唱了 呃 但是他希望你再唱一次啊 大家都听不腻耶 再唱一次给大家听嘛 嗯 可是一直唱 有点 有点腻了 啊 你这么快就腻了 对啊 不然 不然 那个 GK爸爸你唱啊 可是我唱就没有那么好笑了耶 你唱看看嘛 哦 好好好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QQ猪 这样吗 你怎么边唱边笑啦 是这样唱啦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QQ猪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QQ猪 哇 好棒哦 你又唱了耶 对耶 我怎么又唱了 好了好了 谢谢大家支持 喜欢我唱这首歌啦 谢谢Alpha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来自桃园四岁的宣某 还有两岁的宣宁 哈喽哈喽宣某 哈喽哈喽宣宁 上次听到GK爸爸打招呼 非常高兴哦 7月10号是宣宁的生日 希望GK爸爸能够祝福 宣宁生日快乐哦 哦 宣宁生日快乐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Sianni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宣宁生日快乐哦 接下来是来自新店五岁的安安 哈喽安安 安安安安 哈喽 安安 哈喽安安安 她说我好喜欢你的故事 还会跟着紧张和开心 还会跟着QQ柱说 加油加油 9月27号是我的生日 好想要听GK爸爸为我唱 生日快乐歌 好期待哦 谢谢 哇 谢谢安安安哦 好哦 好哦 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给安安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安安安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 安安 好 接下来是来自台南北区六岁的瑞翔 哈喽哈喽瑞翔 哈喽 他说要上小一了 很期待 OK OK 感谢你哦瑞翔 谢谢你的支持哦 谢谢 OK那今天的打招呼呢 先到这边哦 因为还有很多人投稿呢 GK爸爸还是会慢慢的排队 按照顺序跟大家打招呼哦 那GK爸爸的故事王国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参加呢 可以请爸爸妈妈看一下我的资讯栏 上面会有连结哦 点进去呢 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方案哦 那每个方案呢 都有不同的回馈商品哦 也会有QQ珠的独家的小贴纸哦 还会送绘本哦 那方案呢 有的会送两本绘本哦 真的是很超值哦 大家如果可以愿意支持 GK爸爸喜欢我们的话 帮我们赞助一下哦 让GK爸爸和Casey 还有QQ珠有饭可以吃 有办法生活下去 继续说更多好听的故事给大家哦 好 最后呢 我们今天特别一点 QQ珠我们啊 特别一点呢 你来唱一下 唱一首歌 送给大家 要唱什么歌啊 哦 可以唱GK爸爸的歌啊 但是由你来唱哦 我真的 对啊对啊 我来帮你弹吉他 哇 好棒哦 我要唱什么歌啊 你可以唱那个 太空梦啊 哦 好好好 太空梦 登陆月球 那个河马的那一集耶 哦 对对对 好啊 那就唱这首歌吧 我来弹吉他 来 我来拿一下吉他 OK 哇 GK爸爸 你弹吉他 我唱啊 我们这是双人组合耶 对啊 没错啊 我来试音一下哦 这样子啊 好 这个K可以吗 哦 应该可以吧 好 我要唱了哦 后面怎么有垃圾车的声音啊 我们要不要去倒垃圾啊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刚刚我已经倒好垃圾了 哦 那我们就直接唱了哦 可能会有垃圾车的声音耶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GK爸爸你弹吧 好 这样子 OK 这是前奏哦 前奏哦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那就是想要飞到外太空 爸妈叫我要勇敢做梦 就算失败也要勇敢站起来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加油吧 加油吧 副歌到了哦 巴黎布里巴黎布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布里巴黎布 踏入月球 巴黎布里巴黎布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布里巴黎布 勇敢做梦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努力加油吧 爸爸妈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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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QQ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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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好 小朋友要准备唱咯 巴黎布里巴黎布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布里巴黎布 踏入月球 巴黎布里巴黎布 我要飞到外太空 QQ主 我是QQ主 勇敢做梦 勇敢做梦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努力加油吧 努力加油吧 好 然后再一次咯 小朋友 我们一起唱咯 副歌 1 2 3 4 巴黎布里巴黎布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布里巴黎布 踏入月球 QQ主 好可爱哟 我要飞到外太空 QQ主 Oh QQ主 勇敢做梦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Find me to the moon Find me to the moon Find me to the moon 嘿,我是QQ主,我一個大大的夢想,那就是誰要飛到外太空 爸媽叫我要勇敢做夢,就算失敗也要勇敢站起來 親愛的朋友,我們一起努力加油吧 再一次喔 巴黎布里巴黎布,我要飛到外太空 巴黎布里巴黎布,登入月球 巴黎布里巴黎布,我就是要QQ主 巴黎布里巴黎布,勇敢做夢 親愛的小朋友,我們一起努力加油吧 最後一句嗎? 對對對,沒錯,來喔來喔 親愛的朋友,我們一起努力加油吧 喔,太棒太棒了 好累喔 QQ主,你剛剛有點隨性的一直唱的那個段落都不太一樣耶 我差一點跟不上耶 哇,那GK爸爸還好你有跟上耶 對啊,我差點,我差點掉拍耶 可能有掉拍囉,你這個,你掉的這是什麼? 有,有什麼東西嗎? 喔,這是我的啦,這是我的玩具,怎麼掉在地上了 好,謝謝 感謝,感謝,感謝大家的收聽囉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好,謝謝大家的支持囉 掰掰 掰掰 掰掰